好 手里全是汗 看着手里都是汗 确实是 全部好了 这个标本 看看这里面还有没有肿瘤细胞 红针 好 现在缝 缝头皮一般两层 中间先缝一针 就不会对偏了 从这里进针 要数清楚离皮圆多远 那里边你也缝几下 缝这针小心 我都把引流管缝进去了 好 回来 回来 谢谢你们 好 和你们大家也健康 谢谢你们 再按你们 再按你们 这两针子还可以 好 好 手 总体来说还算顺利有没有血啊什么都出的不多的 我们已经觉得切得蛮干净了 这个流子呢比我们预想的要稍微硬一点 所以说不管再小心的切 它对周围组织的拉拉扯扯还是有的 我们刚才也进去看了一点人 人也顺利醒过来了 他现在小便已经开始多起来了 就是手术刚下来的时候这个反应是起来是到此为止呢 还是说后面几点还会严重起来 我们给你们激素啊什么的提前用上来一点 可能对这些有点帮助 好不好 好 行 这边我看 看一下 签个字 那行 反正今天先这样 好的 好 应该 这个病人可能说后每天你得跟我去健护室了 好 哇 不容易啊 太不容易了 余阿姨说如果要抢救你们就别救我 对 就我已经很幸福了 所以就可以不用救我 他其实是面临的是一个选择就是说如果你要抢救我的话 医生和家人都会付出更大的代价还有压力 嗯 而且我觉得这对于人对于生命的一个态度也是有关系的 比如他想要的可能是质量而不是数量 因为他说了一句我很幸福了 我看到有一些父母在弥留之际 医生都在说这其实就是一句躯壳 但是子女不放弃 嗯 子女有时候也很难 因为我自己身边就有一个高中同学 他父亲好 他父亲好 我高兴 会ere你 他太过了 了 他回答了 你 请提醒上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所以我在想如果我是那个医生 然后发现这个病人这么好 我这么喜欢他 好像反而在我身上做手术的压力 成千上万的翻倍了 我就觉得医生他那个心理素质 要比我们想要强大非常非常多 因为很多时候如果你跟一个患者接触多了 其实多半不多 他也会成为你另一个亲人的感觉 所以你再去跟他做手术的时候 他就不是一个陌生人 当李不妍听到这位患者他说 如果需要抢救的时候不要抢救我 他其实也非常适落 对 对 我觉得他当时那个 他那些表情和那些举动 其实是特别打动我 就是我是扎心的 他有一个 有一个愧疚感 无力感 沮丧感 我觉得所以说医学它是有限的 要不怎么会有那句话 就是真是 总是安慰 常常帮助 偶尔治愈 这就是一个医学的一个有限性 所以我觉得那一会儿的话 他的那个无力感和他那个难过 让我觉得特别扎心 我那会儿其实都不敢再细看他那个表情 对 因为不然他尤其是很敏感 很注重这些细节的人 所以他就会特别在乎 因为这个人是多好的一个人 感恩你们 祝你们大家也健康 谢谢你们 感恩你们 感恩你们 我们的人性里头最怕的就是 美的 善的 好的 被我们亲手打碎了 他就是他自己的魅力 对 余阿宇的魅力 他因为他太善良 他对每个人 包括他的祝福 还有他的主观人的状态 他还得了一个这么重的病 你就会觉得人生这种 无常感 纪律 所以我们刚才通过这个片子 我们就感觉到 病人身上的那种善良的东西 它和医患之间 它会相互影响的 对 也是跟患者身上学习的 说我们如何去建立 医患之间的这个沟通 嗯 情感连接 对 不好意思 这个哥布开始了 有没有压缩 好的 好的 现在手上两根针 你肯定觉得压在这个地方了 没事的 他明显从容 因为麻烦也没轮过 我上个月就干这个事 太用场了 不要紧张吸点氧气啊 来 别人骂了 我倒露 压着你挺不练的 好 来 头服了 我来 你有这个自信 我来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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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来